你覺得不任命權在哪個位置最適合 究竟你決定的不任命權在哪個位置 暫時還未有詳細的想法 我提出這個問題 主要是希望香港社會各界人士 尤其是政界人士關注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解決特首普選 所謂真普選還是假普選的關鍵 如果泛民主派可以接受中央有任命權和不任命權 而中央也承認泛民主派的代表 都應該有機會參與特首普選 我認為在目前一國兩制各種限制之下最好 接受中央的否決權 不過都相信他們 行使這個否決權的時候會三思而後行 我亦都相信香港選民選出一個中央以外 跟中央對抗的人 或者想推翻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人的機會很低 所以如果你設立一個高門檻 根本選民無法選 普選亦都不會實現 因為泛民主派一個高門檻提名方案 泛民主派一定否決 所以一定會無可避免出現最差的局面 包括佔中或其他抗爭 反而我認為一個比較低風險的方案 對中央來說的低風險方案 就是門檻方面切到可以讓泛民入閘 讓全香港選民可以選 泛民亦都在這個情況下 我相信他們亦都可以被說服支持這個普選方案 有三分之二立法會支持 跟我們分享一通告